這一個是節拍器 把聲音放出來了 你們會聽到有一個聲音 Dick Doc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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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特別亮的那個聲音 這是第一拍 再一次囉 一 二 三 四 一 二 三 四 現在我們來練習 在第一拍的這個時間點發出聲音 聽一下節拍器 然後預測它的規律 找到下一個1 來囉先來 一 二 三 四 來囉 二 三 再一次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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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拍這裡 有一個Clip 1 2 3 4 1 2 3 4 或者是第四拍 2 3 4 1 2 3 4 0 拍子跟拍子之間其實還有很多的時間點 像是筆尖所畫的這個時間點 每拍都分成兩等份 這個範圍 就是第1拍的前半拍 後面這個就是第1拍的後半拍 第2拍的前半 第2拍的後半 第3拍的前半 第3拍的後半 第4拍的前半 第4拍的後半 一次類對 這個時間點 切割個拍子的前半跟後半常常用and念它 所以是 念起來就變成 and 2 and 3 and 4 and 試試看喔 筆尖所指的這個位置 是第1拍的and 那也可以說是第1拍的後半拍 如果我想要在這個時間點 發出聲音的話 我們要先練習在節拍器的聲音裡面 找到它的時間點 只有1 2 3 4的狀況下 找出兩個click之間的這個時間點 先聽一下節拍器找到1的聲音 在這個速度之下 我們試著在心裡面或者是直接 嘴巴唸出來 把and的這個時間點唸出來 1 and 2 and 3 and 4 and 1 and 2 and 3 and 4 and 來囉 我要在這一個時間點 第1拍的後半拍 做一個聲音 1 2 and 3 and 4 and 1 2 and 3 4 再一次囉 1 2 3 4 1 2 3 4 1 2 3 4 1 2 3 現在改到這邊 1 2 3 4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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1 1 2 3 4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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4 1 2